大家好,欢迎来到马头的尔放映室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整容少女在欲望中一步步迷失自己,堕落至深渊的电影 繁华的东京街头,无数年轻少女,充斥着闪光灯的顺影棚 莉莉子就是这样一位线下红极衣食备受瞩目的大明星 她占据着各大时尚杂志的封面,万千粉丝为她疯狂,只要她代言的产品都卖到脱销 但这样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莉莉子,实际却是一位全身整容的人造美女 全身上下真的只剩下眼球耳朵和牙齿 这天一位名叫马田的检察官正在追查一起设计多起违法行为的诊所 她发现莉莉子似乎与她们有所关联 而此时的莉莉子正在参加一场新闻发布会 她在镜头前又乖巧又和女儿上演姐妹情深 然而一回到后台,莉莉子便原形毕露 仅仅因为她觉得在杂志上女儿抢了她的风头 和助理递来的水太凉就对助理大发雷霆 助理名叫雨天,是一位对莉莉子为命失从的女人 随后莉莉子的小开男友带着鲜花来到后台探班 两人一见面便干柴烈火 雨天和一众人等只能尴尬地退出房间等待 但是在激情中莉莉子的表情迷离又清醒 面对男友的告白她似乎若有所思 果然背着男友,莉莉子和一名制作人发生了潜规则 为的是在电影中多一些特写镜头 她在制作人面前娇憨又懂事 却在制作人走后立马换了一副面孔 事后莉莉子给社长打电话说了潜规则的事 社长则夸她做得好 这天莉莉子回到家中后 照常在镜中欣赏自己的美貌 照着照着赫然发现额头上出现了一块青紫色的黑斑 化妆师在社长口中得知这是整容留下的后遗症 社长用轻松的口气说着莉莉子的身体真不牢靠 仿佛只将它看成一件商品 第二天社长带莉莉子去诊所检查 院长让莉莉子再做一次手术 这是一阵喧哗声传来 莉莉子看到楼下有一位满脸黑斑癫狂的女人 她咆哮着要上楼让院长再给她做手术 却被护士拦着 她的样子让莉莉子感到害怕 为了让莉莉子尽快恢复工作 院长给了社长两支强剂量的药剂 他们并没有考虑莉莉子的身体 交谈中满是冷漠 事务所内 检查官麻田正在研究一起 整容失败后的自杀案件 她发现在这家诊所做过整形的人 必须一辈子服用抑制剂 否则就会有惨痛的副作用 死者的身上有很多不正常的黑斑 这家诊所正是莉莉子整容的诊所 整容过后的莉莉子又性感摇摇地 出现在大众面前 她的红成为了一种现象级的存在 所有的杂志 代言 广告 电影 都找到了她 她风姿绰越地出现在镜头前 像一个美丽空洞的娃娃 一切都像绚丽虚幻的泡沫 哪怕她觉得再累 也要满脸笑容地出现在镜头前 莉莉子逐渐感觉自己被掏空 在回家的路上 莉莉子送了朴素的宇田一支口红 她告诉宇田 化妆和嗑药一样 一旦上瘾就戒不掉了 然而到家后 正准备卸妆的莉莉子 又发现黑斑出现在自己的脸上 这次黑斑出现的更大更多 她摸着自己的脸又哭又笑起来 莉莉子的精神似乎有些崩溃 她暴躁地发泄着 宇田只能在一旁耐心地安慰 莉莉子却利用宇田对自己的服从 要求她取悦自己 宇田照做了 这天一位名叫千家子的爆牙女孩 找到了社长 原来她是莉莉子的妹妹 她想要见一下姐姐 莉莉子收到了妹妹的来信 正巧宇田来到了家中 莉莉子接口红狠狠羞辱了宇田 宇田哭着开车走了 却又被莉莉子一个电话召了回来 莉莉子要她瞒着社长 去曝光自己和小开男友的恋情 理所当然 宇田被社长狠狠地骂了 莉莉子却在一边看热闹 随后她拜托宇田约见自己的妹妹 在一片花田中 莉莉子向妹妹袒露真心 表明不想干这行了 也得知社长并没有按自己的要求 将钱打给家里人 在诊所里 莉莉子又经历了一次诊心手术 剧烈的疼痛让她难以忍受 但做完手术的莉莉子 再一次光彩照人的出现在大家面前 仍然是无数的崇拜和赞美 无数的欢呼包围着她 然而没有人永远年轻 但永远有人年轻着 在莉莉子质问社长 为什么不给自己家里打钱时 社长嘴上说着动听的话 转眼却带来了一位 公司准备主推的新人女星小烧 莉莉子看着年轻漂亮 纯天然的小烧 眼里满是嫉妒和愤怒 接下来的一切似乎顺理成章 所有专属于莉莉子的镜头和赞美 都被小烧分去了一半 小烧严然成为了新一代 备受瞩目的女星 这次莉莉子再也没有能力 像当时挡住那位电影女配角一样 在合照时挡住小烧了 小烧迅速占据各大时尚杂志封面 受到了大众的喜爱 莉莉子只能在家 发狂地吞下大把镇定药物 在又一次杂志封面 被小烧抢去后 莉莉子崩溃地来到天台 大哭大闹 她像一个孩子一样 企图获得大家的关注 却被坐视上前关心的社长 扎下镇定药物 莉莉子开始吃更多的药物 她的精神变得逐渐混乱 这天莉莉子突然接到 小开男友的电话 男友说自己要和别人订婚了 甚至邀请莉莉子 一起参加他们的蜜月旅行 当晚莉莉子来到了 羽田的住所 当着羽田的面 和她的软饭男友激情起来 羽田却懦弱地 缩在一旁一言不发 莉莉子通过精神和肉体 已经控制了 羽田和她的软饭男友 她让他们用硫酸 去将小开男友的 订婚妻子弄回容了 这件事很快上报 莉莉子的心理已然开始扭曲 不久又一起整容 失败的自杀案件出现了 检察官麻田 在莉莉子拍戏的水族馆 她想让莉莉子出庭 作证检举那家诊所 莉莉子却装起傻来 麻田拿出了一叠证据 原来莉莉子原本在一家 专供有肥媚屁人士 循环的夜店内工作 她通过这家诊所 多次整容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这是莉莉子想要 埋藏心底的秘密 麻田还一语道出 莉莉子指示羽田 他们颇硫酸的事情 看着电视上热火朝天的小烧 莉莉子让羽田 就毁掉小烧的脸 而越来越频繁的注射 让莉莉子的精神终于崩溃了 她在节目录制时 产生幻觉大闹现场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 莉莉子疯了 另一边小烧看到了 戴着刀的羽田 她却表明 模特明星 只不过是人类欲望的机器 没了脸蛋和人气 就没有人会爱你了 她坦然的态度 倒是震慑住了羽田 回到家的莉莉子 得知羽田 没有按照自己的要求 毁掉小烧 便愤怒地打了羽田 莉莉子边哭边跑出家门 最终在大雨里倒在路边 她想起以前 极万千宠爱于一生的自己 又看到了 现在狼狈不堪的自己 手上摸着 因为长期注射 大把掉落的头发 在路边崩溃地哭喊起来 在家收视残局的羽田 偶然发现了 那代检察官的证据 得知了莉莉子一切的过往 女神的形象 在她心中瞬间崩塌 她不愿再接受 莉莉子的羞辱和指使 她带着那袋资料 在一个清晨 投递给了各大报社 她要亲手毁了莉莉子 而莉莉子确实被毁了 嗅到血腥味的八卦记者 蜂拥而止 独在莉莉子家门口 人人都企图 在她身上分到一杯羹 东京的街头 还是如往常一样热闹 还是那群之前 追逐了莉莉子的女大学生们 现在却纷纷嘲讽着她 大家也知道了 那家非法诊所 但这一切似乎是 检察官麻田有意为之的 莉莉子身上的黑斑和幻觉 越来越严重 社长要求化妆室 帮她遮掉那些黑斑 召开记者招待会 在记者招待会上 面对无数媒体的闪光灯 咔嚓咔嚓拍照声不绝于耳 莉莉子似乎整个人 变得很空洞 她缓缓闭上了眼睛 再睁开眼视 一切声音已然消失 她在所有人面前 将事先准备好的小刀 狠狠插进自己的眼睛里 而所有的媒体 仿佛被镇住了 但是只停顿了几秒后 更强的闪光灯 再一次响起 这块人血馒头 所有人都要上去咬一口 莉莉子在闪光灯中倒下了 有一天在东京街头 马天偶遇了 莉莉子的妹妹千家子 彼时的她已经改了名字 全身大变样了 一个新的莉莉子 正悄然诞生 在这里 似乎有无数的莉莉子 也从不缺莉莉子 这晚小刀在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 和大家来到了一家 地下酒吧玩乐 但她突然看到了 雨田的身影 她穿着服务生的衣服 端着酒杯 穿梭在人群中 小刀跟着她来到了一间房间 发现面前华丽的椅子上 坐着一位背对着她的女人 突然她转过身来 一身剪衣滑服 头戴皇冠 戴着眼罩的农妆女人 出现在她面前 她的脸上有一大块 青紫色的黑斑 她咧嘴笑了 她正是消失的莉莉子 莉莉子在不见天日的暗黑地带 已然成为了新一代的女神 影片结束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 全穿石化为泽靠英龙华 打造的一部个人时尚秀 高饱和度和鲜艳明亮的色彩 非常具有全穿石化的 个人风格特点 整部片子的画面 呈现荒谬颓废堕落 片中的莉莉子 是一个欲望的象征 所有人都在她身上榨取利益 有唯利是图的社长 有自私自利的小开男友 有只看中她肉体的软饭男 也有似乎关心她 实则毁掉她的助力 莉莉子看似光鲜亮丽 实际是一个 离开了谁都不能活的人偶 她活在镜头前是人生早已不受她自己的控制了 我要主宰自己 毁掉自己 是莉莉子召开记者招待会前 和检察官麻田说过的一句话 在所有人都以为莉莉子消失不见时 她似乎以另一种身份继续美丽的下去 老虎莉莉 她在另一种人生中做到了追求欲望 并且驾驭欲望 而她的冒险也仍会继续 好了 本期这部优秀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订阅码头的尔放音室 用心做解说 励志于为大家奉献经典好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